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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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那个水,瞬间就冒很多出来。 有些家里那个小自来水龙头,细细的,像个小手指头, 一拧开之后,水压又不足慢慢地在那里, 开一天也费不了多少水。 我们的大脑之中脑神经, 它里面本来遗传的我们的罪恶, 我们的业力,我们的基因不好, 我们的脑子里面的通路, 本来是轻轻,而且它自己堵塞。 其实人们越愚笨越容易堵塞。 遇到事情想不通, 聪明的人想通了, 他不堵塞。 越想不通,就出现坏情绪。 越有坏情绪, 里面的通路就越被堵塞。 本来是交通拥挤, 他经常撞车出事故, 就更堵塞。 所以我们的脑就会变得好笨。 不该生气的也生气。 不该说的话也说, 不该做的事也做, 脑子里面堵塞。 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很多人会流眼泪,对不对? 我们在修的时候, 莫名其妙地流眼泪, 并没有痛苦。 为什么流眼泪呢? 就是里面堵塞的东西排出来了。 所以我们修过之后, 我们是感觉清冷, 我们就觉得神清气爽, 我们就觉得神清气爽, 我们也觉得神清气爽, bell的脑很清亮。 当你时或有事发生时, 时那时,你很容易解决好。 很容易解决好。 当你以下就变成聪明。 这不是开发智慧, 这只是清理通道。 脑里面流眼泪, 然后我们再好好修下去, 我们的第一步是清理通道,清理垃圾,清洗自己,清洗内外,清洗的过程。 这两天的时间是很短的。 你读完后,嘴巴里是甘甜的。 你觉得睡觉和过去不同? 睡觉的质量和过去不同? 过去睡眠不好的人,现在睡得多了。 过去睡得太多的人,现在变少了,对不对? 过去睡15小时的人,现在剪一半了。 过去睡八个小时的人,现在最多睡五个小时就够了,对不对? 而且还很漂亮。 这个脸还很漂亮,精气神还很充足。 醒来之后,身体轻松,对不对? 过去睡觉,睡起来之后,腰痠背痛。 现在醒来之后,很轻松。 过去本来这一天就很累,结果做梦,还在干体力活。 他睡觉后,如果你会庆战,会赵六 몸。 他睡觉后现在因为,忙歹了。 我昨天准备了,我还在忙着做梦。 他还需要做梦。 我формony still做什么啊! 那么 desperate朝你做梦,下马 Ц 我们的一下品牧丛äng, 我们的一些困惑 吸引它的魂体, 那是很轻松的感觉。 而这种不错的感觉, 这种很轻松的感觉, 就是通常的感觉。 这里有少量的存在, 我们的负责, 实际上的负责, 小负责, 就像支援家废签, 就像支援家废签, 其他负责, 我们的负责。 我们的负责, 然后我们的负责, 这种具体的压力也就没有了 看完了金菩提禅师 为大家介绍禅修的身心灵变化 那现在已经踏入农历的七月了 那大家首先就会想到渝兰节 渝兰节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鬼节 那到底渝兰节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下的片段 渝兰盆会起源于2600多年前 古印度佛陀时代 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木建林尊者 通过修行正得五眼六神通之后 用天眼观察到自己的母亲 堕落在恶鬼道受极大痛苦 遵着心生悲痛 以神通法力变化食物送给母亲 但是食物刚到母亲口边就化成火炭 木建林尊者悲痛欲绝 急奔来到佛前 祈求佛陀救度母亲 佛陀告诉木建林尊者 你的母亲因为生前罪业深重 所以才会感召这种苦报 这种苦报不是你证阿罗汉果的人 可无解救的 只有仰仗供养十方深重的功德 才能使你的母亲获得解脱 木建林尊者依照佛陀开示 于农历七月十五佛欢喜日 生自自日 以百味美食置于盆中 供养十方深重 依靠佛法僧三宝的力量 并以此功德 好度母亲解脱恶鬼道 离苦得乐 之后每年年历七月十五这一天 佛教徒都会举行于兰盆法会 供养佛陀和大德高僧 因为于兰盆供养英国 是过去世父母 六亲眷属的三徒之苦 立即得到解脱 并让现世的父母 能够健康长寿 幸福快乐 排位意义 农历七月十五为中元节 又称为于兰盆节 佛教徒在这一天 以百味饮食供养十方佛法僧三宝 通过在佛前疏离往生者超见排位 为其座供养十方三宝 供灯 忏悔 念佛 物施等功德 祈愿亡者得生善道 依靠佛菩萨加持 三宝功德加批 令生者吉祥如意 亡灵得到超见 明阳领利 那我们现在呢 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菩提禅修八月份的活动 那首先呢 从八月六号到八月十四号 每天早上九点半到下午六点半 在Mupitas的白莲禅堂 和旧金山禅堂呢 将分别会有菩提禅修健身班 那另外呢 在八月十四号 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 旧金山禅堂和Mupitas的白莲禅堂呢 分别会举办渝兰彭节法会 那大家如果有任何查询或报名的话呢 就可以打电话给Mupitas的白莲禅堂 电话号码是408-843-1638 那旧金山菩提禅堂的电话是 415-665-5136 我们广告之后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